都说女儿是老爸上辈子的情人 这个话一点都不讲 为了宝贝女儿 老爸们那都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 华西都市报的微博 关注了一个事情 我们来看这条新闻 图片上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清华的一位博士后 叫做侯延林 他因为三岁的女儿 买不到合适的小的那种 适合女孩子 小孩戴的那种口罩 于是这位博士后先生 博士后老爸就想 那我自己动手 设计我做一个行不行呢 他这个想法得到了 这个三十多位 不同学科背景的 博士爸爸们的响应 乖乖清华牛的老爸很多呀 这个众人石柴火焰高 很快 傅爱版的这么一个 防雾霾的口罩 就设计完成了 又可以抵御雾霾 同时造价也不高 很适合大众消费 最快今年五月份 孩子就能用上这款口罩了 所以真的是这位 你看博士后老爸是厉害 干脆了 您既然都生产出了 干脆就上规模 上档次 对不对 然后批量化的生产 您就拿自己的名字 做商标吧 对吧 就叫胡言林牌的 这个口罩得了 哈 啊 对啊 好